激素水平的改变,不规律,不科学的饮食习惯,熟肠吃高脂肪,油炸食物,让女性的身体素质下降。 还有些暧昧的女性,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年轻,漂亮,不仅医生指导,算自补充此激素,这些都增加了年轻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。 精神压力过大,精神压力大是导致女性患乳腺癌的重要原因。 现代女性,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激烈的社会竞争当中,经常熬夜加班,为了提神就喝咖啡或者抽烟。 而熬夜,喝咖啡,抽烟都会增加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。 晚婚晚遇,少哺乳,医生建议女性,应该顺其自然,是零结婚,生子,哺乳客降低患乳腺癌的风险。 女性分娩后,正确哺乳能使乳腺保持通畅,对乳腺癌的发生有预防作用。 一些女性只生育,不哺乳,或哺乳时间短,或只用一次乳房哺乳。 这部分人的乳腺癌发病率高于正常哺乳的女性。 4.反复人工流产,正常自然流产不增加患乳腺癌的危险性。 而反复人工流产,或18岁以前,多次做过人工流产者,医患乳腺癌,性生活质量差,乳腺疾病和性生活密切相关。 据报道,患有乳腺小液增生的女性,86%的人在性生活时,从未达到过性高潮,女性的性压抑,可增加乳腺小液增生和乳腺肿瘤的发病率。 女性出婚年龄越大,乳腺病发病率越高,越有长期服用避孕料或使用丰凶产品。 过量的刺激次会干扰人体内正常的激素水平,使内分泌紊乱,对乳房造成伤害。 祝您早遇康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